受到封面影響 台湾中北部上半天 持续有剧烈降雨 各地陆续传出淹水灾情 台中东大路口出现水淹半个轮胎高 汽机车卡在路中间动弹不得 甚至步行都很困难 好以狂喜苗栗县 南庄乡东河村苗21县3.5公里处 发生道路落石灯芳 路面堆积许多碎石沙土 加上雨室不断 厂商评估今天无法进场抢通 为了冷车通行安全 公所上午宣布 东河村停班停客一天 且预计要到21号清晨5点 在雨室趋缓下 人员跟机具才能出动清理 万一说在行径中不幸 被落石集中还是怎样就不好 所以就是决于说 就是今天是东河村停班停客一天 于是后来期缓的话 他们明天早上凌晨5点 就会来进场来抢通 除南庄乡东河村 临近太阳县南山村 及北武村道路也因蚝雨成灾 乡内有多处树木倒塌 土石崩塌情形 因此公所中午紧急宣布 停客不停班 在交通上在安全上的考量 加上豪雨已经达到350毫升以上 因此经过我们的决议 12点钟是停客不停班 画面转到南投仁埃乡 主任表示 头89线例行道路16.8K处 土石不抵大雨冲刷 滚落下来阻断翠华村连外交通 目前雨势持续也提醒民众 若无特殊需求不要强行上山 以免发生危险